她去参加前女友组织的派对 却无意玩乐 她唯一的目标 是从前女友那里拿回她的旧磁带 可当她向前女友索要旧磁带时 前女友正忙于招待宾客 并让她等一等 她坐在沙发上等着 感到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但为了拿到旧磁带 她又不得不等待 当她终于感到不耐烦时 她把人群中跳舞的前女友拉了出来 并质问她旧磁带在哪里 她指着办公室 告诉山姆待在哪里 直到她有时间可以和她私下交谈 山姆穿过最久的客人时 不小心被撞到了鼻子 但她没有在意 走进办公室后 她开始寻找她的东西 当她找到旧磁带时 她的鼻子开始流血 她随手拿起纸巾擦拭 并坐在沙发上打算休息一会 可一不小心她睡着了 门外的哭喊和尖叫并没有吵醒她 她在第二天清晨醒来 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可刚一开门 她被吓坏了公寓里一片混乱 到处都是破碎的家具和鲜血 她拿起一个杯子作为防身武器 小心翼翼地沿着走廊往前走 然而当她来到楼梯时 她发现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种怪物 当她从窗口往下看时 意识到整座城市的处境都是一样的 大多数人都变成了感染者 而那些幸存的人 则在巴黎街头被恐怖的怪物追赶 她注意到楼下有一个家庭想开车逃跑 然而喇叭声却吸引了感染者的注意 他们迅速钻进了车里 她意识到她无能为力 沮丧地坐在地板上 但很快 她意识到要对外呼救 她在罹难客人的衣服里找到了手机 但她只听到了遇难者给家人的留言 她听到门外非常安静 决定离开公寓 前往大楼的屋顶 也许会有路过的救援队发现她 但她的希望很快破灭了 她看到了一片寂静的巴黎 没有丝毫人类发出的声音存在 她想了很久 决定独自活下去 她开始清理公寓 试图清除被污染的地板 突然 楼下公寓里发出了奇怪声音 她趴在地上 试图听到些什么 但飞剑的地板打断了她 楼下有人开枪 她小心翼翼地靠近洞口 发现了一具邻居的尸体 看来这位没能战胜恐惧 她非常好奇 于是用一根水管扩大了洞口 直到她能从洞口通过 在进入这所公寓后 她发现了另一具尸体 她用毯子盖住老人 去检查另一名罹难者 她很快明白了 她听到的第一个奇怪声音 是老人开枪射杀妻子发出的 她被感染了 而老人也在杀死爱人后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在厨房里找到了一些食物 并拿走了老人的武器 在准备冲足后 她小心翼翼地走出公寓 关上了沿途所有的公寓门 并趁着感染者没有回头的时候 关闭了前门 听着门外感染者的咆哮 她这才有了一丝安全感 在确保整栋大楼安全后 她去了管理员办公室 拿到了所有公寓的钥匙 窗外有一只感染者试图闯入 但她完全忽视了她 她在管理员的柜子里 发现了一罐金枪鱼 她立刻吃了 随后她收集了大楼里 所有的物资和工具 并对钥匙进行了分类 以便检查所有房间 在她进入的第一间公寓里 她发现了一名感染者 对方立刻向她发动了攻击 山姆和感染者纠缠了一阵 但最终成功将其推开 并迅速逃离现场 为避免再次误入这个危险的地方 山姆在门上画了一个十字标记 然后决定继续搜索 她接着搜索其他公寓 幸运的是 剩下的公寓都是空无一人 她小心翼翼地收集了 能找到的所有食物 包括罐头和干粮 然而 她的收获不止于食物 她还找到了一把彩蛋枪 觉得这也许在对付感染者时 会起到作用 作为一名音乐家 她欣喜地发现了一架老式随身厅 挤盘就磁带 甚至还找到了一整套物 这些发现 让她回忆起了曾经 完成所有公寓的检查后 她戴上防护面 照并锁上了门 这时电梯突然开始运转 当门缓缓打开 她发现里面躺着一个感染者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感染者并未试图攻击她 她没有选择消灭她 而是用腰带将电梯的栅栏固定 使她无法走出来 深夜 疲惫饥饿的她坐下来享用食物 同时播放她的旧磁带 音乐带来的温暖记忆 让她在片刻间 忘去了她所处的可怕环境 次日 她花时间仔细观察窗外的感染者 并分析他们的活动规律 接着 她开始整理补给 把所有食物仔细分成几份 确保可以撑更长时间 并在笔记本中逐一记录以便检查 为了记录时间流逝 她在布满灰尘的窗户上 画出一个网格 每过一天便做一笔标记 巡视公寓后 她决定敲打鼓来缓解压力 借此分散注意力 然而 不久她便意识到鼓声 可能会吸引感染者靠近这里 只能无奈地放弃 日子一天天过去 她不断设法打发时间 她依然在窗户上记录日期 并用补给品准准简单的饭菜 为了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些变化 她拿出了早先找到的彩蛋枪 向街上的感染者射击 即便那些感染者 都是前女友照片墙上的人 有一天 她注意到从楼下的公寓 传来一股强烈的气味 怀着疑虑 她走下楼 却惊恐地发现 邻居的尸体开始腐烂 她克服了强烈的厌恶感 把他们搬到阳台上 然而 她不愿意像丢弃垃圾那样处理他们 相反 她小心地将老人和一些贵重物品 一起放在睡袋里 她闭住了公寓的门 以防止腐烂的气味进一步扩散 处理完这一切后 她决定洗个澡 但突然间 水流停止了 她感到一丝不安 便回到床上 准备休息 然而 躺下后 她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当一群感染者冲进房间时 一阵强烈的恐惧感袭来 感染者扑向了她 她痛苦地尖叫 仿佛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撕裂 然而 突然间 她猛地睁开眼睛 意识到自己只是在做梦 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决定将锻炼纳入日常生活 以保持身体健康 她开始在大楼的走廊上跑步 通过耳机听着音乐 试图保持一定的活力 一次跑步中 她停在电梯旁 突然鼓起勇气 伸手与那被绑在栅栏上的感染者握手 她想了一会儿 决定给这名感染者起个名字 阿尔弗雷德 想象她是自己新的邻居 不久 期待已久地雨终于降临 为了收集水源 她摆出罐子和容器 她与阿尔弗雷德交谈 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在与阿尔弗雷德的对话中 她坦诚 自己最难以忍受的部分 就是那份不确定感 最痛苦的 是她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家人发生了什么 这让她倍感煎熬 一天后 她像往常一样站在窗前 突然注意到外面有只猫 她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 赶紧冲下楼 打开大楼的门 四处张望 确保附近没有感染者的踪迹 为了引诱猫 她打开一罐金枪鱼 虽然猫非常谨慎 但食物的香气 终于让她克服了恐惧 慢慢地靠近了她 可猫突然感觉到了危险 转身跑掉了 她想了一会 决定把门保持开启 继续寻找那只猫 她躲在车后 但感染者依旧发现了她 并朝她冲过来 危急时刻 她迅速爬上车 但即使她拼命挣扎 感染者还是追了进来 她只能跳进车后座 从乘客门逃出 刚一出车 她就拼命跑回大楼 差点来不及把门猛地关上 回到公寓后 她再次走到窗前 看到猫正在和一个感染者亲近 她气坏了 毫不犹豫地朝她开枪 等她转身离开时 突然发现地板上有一滩血迹 检查了一下自己 她意识到腿部受伤了 可能是在逃离感染者时 不小心划伤的 清理伤口后 她试图安慰自己 认为还没有感染的迹象 但她心里依然不确定 自己是否已经被感染 她将武器摆好 确保她会在需要时自动开火 不久后 她昏昏欲睡 渐渐进入梦乡 在睡梦中 她的手不小心滑落 导致武器意外发射 幸运的是 子弹并没有击中她 过了一段时间 当她正在照料植物时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奇怪的声音 她大声喊了几句 期待能得到回应 但四周依旧寂静无声 于是 她走到窗前 朝对面的大楼望去 看到那里有一个模糊的身影 然而 由于距离太远 她无法判断那是活人还是感染者 为了能更清楚地观察周围的情况 她决定爬上屋顶 站在那里 她仔细扫视四周 但即便如此 她依然没有看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 傍晚的寒冷逐渐加重 她最终决定回到公寓 在公寓里 她搭建了一个临时的堡垒 试图为自己创造一些舒适感 她点燃了一堆小火 烧了一些水 洗了个热水澡 努力放松自己 然而 突然间她又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但这些声音很快消失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开始担心剩下的食物是否足够 她收拾好行李 打算出去寻找补给 但当她走到马路中间时 她才意识到 这只是她的幻觉 因为她从未真正离开过 孤独的感觉越发强烈 她开始喝酒来麻痹自己 减轻内心的痛苦 某一天 在绝望的情绪中 她忍不住对着阿尔弗雷德大声呼喊 告诉她 已经好几天没有感染者出现了 他们似乎完全孤独地 被困在这个世界里了 她试图通过打鼓 来淹没内心的孤独 但巨大的噪音 很快吸引了感染者的注意 他们迅速聚集在公寓门口 拼命地试图闯入 寻找发出声音的她 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时候 她深感后悔 向阿尔弗雷德道歉 为自己愤怒的言辞感到羞愧 尽管阿尔弗雷德 仍然是她沉默的见证者 一段时间后 她在收拾剩余的少量食物时 又播放了九磁弹 听到过去家人的声音 她情绪失控 心中的痛苦瞬间爆发 愤怒地把一切摔了出去 似乎想将所有的压抑与绝望 都一并发泄出来 深夜 她又被一个声音惊醒 这一次 她毫不犹豫地朝门口开枪 然而 当她从洞里看出去时 惊恐地发现 自己开枪打中的 竟然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而不是感染者 她吓得浑身发抖 赶紧把她抱起 抱到床上 急忙为她处理伤口 取出子弹 恳求她和自己在一起 害怕孤独的她 几乎无法自控 幸运的是 女人幸存下来了 她欣喜若狂 迫不及待地为她 准备了一套厚衣服 开始和她交谈 她告诉她 她的名字叫沙拉 早已适应了 这残酷的生存环境 为了避开感染者 她使用钩子 从一栋楼跳到另一栋楼 灵活地穿行在废墟中 沙拉透露 她曾见过其他幸存者 躲在公寓里 但许多人 由于孤独和恐惧 而陷入了疯狂 她补充道 感染者在高处的协调性较差 但她从未在同一个地方 停留超过一周 总是保持着流动和警觉 萨姆努力让沙拉 相信这栋楼足够安全 但她对此依然心存怀疑 她指出 昨天枪声的响起 可能已经引起了 感染者的注意 这让她感到不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 萨姆每天都会在大楼里散步 渐渐的 沙拉决定加入她 想要更好地了解这个地方 一天 当他们经过被山姆 视为邻居的捆绑感染者 阿尔弗雷德时 沙拉吓了一跳 立即退缩了 她对那个感染者 感到极度不安 但萨姆向她保证 阿尔弗雷德 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威胁 散步后 山姆又开始玩音乐 令人高兴的是 沙拉很乐意陪伴她一起 晚上 像往常一样 山姆与阿尔弗雷德交谈 思考着是否能够 与身边的人一起生存下去 尽管她的内心充满了不安 然而 实物短缺的问题 越来越严峻 显然 他们俩的补给已经不足 山姆不得不开始考虑 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 来解决困境 最终 她决定回到之前 用十字架标记的门前 她在门上开了一个洞 并透过洞解决了 公寓里的感染者 在这里 她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物资 确保自己和沙拉 能勉强维持更长的时间 回到公寓后 她焦急地意识到 沙拉不见了 四下环顾 她发现她站在屋顶上 沙拉似乎在考虑 如何尽快离开 她告诉她 自己想练习 跳过马路到对面的大楼 以便为可能的逃跑 做好准备 山姆立刻开始抗议 解释说这样做太危险了 他们可能会因此丧命 但沙拉依然坚定不移 她解释道 感染者很快就会突破公寓的门 届时他们很容易就会成为猎物 听着她的话 山姆的心情愈加焦虑 在一阵争吵中 沙拉冲进了公寓 沮丧的山姆跟在她后面 然而 随着她越来越沉默 她开始感到不安 渐渐地 她的意识开始清晰 走进房间 她惊恐地发现沙拉的尸体 仍然躺在床上 她顿时感到一阵寒冷 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她哭着走近她 握住她冰冷的手 仿佛能从中找到一丝安慰 为了告别 她小心地用床单盖住她的尸体 点燃了一只蜡烛 进行了一种简短 庄重的告别仪式 然后 她决定检查沙拉的包 想要找到更多的线索 当她翻开包时 她发现了一台数码相机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她开始翻阅照片 最初 她看到的是沙拉和她家人的照片 以及她过去快乐时光的记录 但随着照片的翻动 她的心跳突然架缩 她发现了一张 自己在屋顶上被拍摄的照片 这张照片证实了一个事实 那时的沙拉在另一栋楼里 远远地观察着她 她逐渐接受了 自己开始失去理智的事实 她决定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作为最后的告别 她点燃了她的旧磁带 感受着那一瞬间的怀旧与决绝 然后 她抓起沙拉的包 爬上了屋顶 打算用她的钩子逃离这废墟 然而 正当她准备离开时 她想起了阿尔弗雷德 决定释放那只捆绑的感染者 令她惊讶的是 阿尔弗雷德并没有像玉器那样攻击她 而是顺从地跟着她 她带着阿尔弗雷德走进一间公寓 想为这段奇异的同伴关系 画上句号 与此同时 燃烧的磁带引发了火警 警报声响起 感染者们终于开始破门而入 楼道里传来了嘈杂声 她知道逃离的时刻到了 一群感染者拼命地追赶她 她尽可能多地阻拦他们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感染者涌向她 她被迫做出撤退的决定 她冲进电梯 关上了大门 开始爬上电梯井 走到某一层楼后 她猛地跑进了一间空公寓 心跳几乎要爆炸 然而 感染者们并没有放弃 紧紧追着她 在绝望中 她抓住窗帘 盖住了感染者 就在她小心移动时 她不小心碰到了地板上的一些东西 立刻引起了感染者的注意 她迅速击倒了眼前的感染者 接着她搬动最近的沙发 将它放在感染者身上 之后她爬上沙发 通过她曾经在天花板上开的洞 爬回了自己的公寓 这里已经充满了烟雾 而且到处都是感染者 但在龙屋的帮助下 她悄悄地移动 没有被感染者发现 当她来到屋顶时 她用沙拉的钩子 将绳子抛向了街对面那栋楼 背后是不断逼近的感染者 她毫不犹豫地跃了起来 在跳跃的瞬间 她撞到了建筑物的外墙壁 剧烈的冲击 使她一时间失去意识 但很快 她意识到自己逃出来了 可当她爬上屋顶 眺望远方时 她发现似乎所有的房子 都是一样的